大家好,欢迎收看老陈频道,喜欢老陈讲的故事,记得点赞订阅评论下吧。 这期继续分享荒岛第53集,我坐在那里想着我和夏雪的事情就很湿头疼,夏东山真的是太狡猾了,他想让我离开夏雪,但是他又怕夏雪不同意,所以他才让我一个人去江州搞地产,夏东山不是江半城那些人,他是夏雪的老爸。 我明知道他要阴我,可是我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把那根白沙烟都洗完了,可是我仍然没有想到任何的办法,夏东山这招太厉害了,我根本就没有对策。 我挠了挠头,想起来李秀妹和文物的事情,我从口袋里摸出电话,就给阿兴打了过去。 电话响了没几声,阿兴就在那头接起了电话,二九,我可是听说你今天有好事。 你怎么这时候还想起来给我打电话,是不是二九你的好事定住了? 我本来心里那会就正不爽呢?我听了阿兴的话,对着阿兴骂道,定定定,定你个头,我问你,你那件正是办了没有? 阿兴被我一骂,他的声音马上低了下来,他在电话那头低声问我,二九,哪件正是啊? 就是你抱走的那件东西,给条子了没有?我对着电话问道。 阿兴听了我的话,他在电话那头急忙说道,那件东西已经交给条子了。 我把那件东西放到了警局的门口,然后找人给条子打了个电话。 我亲眼看着好几个条子把那东西拿进了警局。 我听了阿兴的话,心里暗自松了一口气,要知道那件文物现在可是很重要。 省厅那些人一直盯着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牵涉到李秀妹。 虽然我对李秀妹的印象有些不好,可是我不希望这是影响了李秀妹和那些条子的升职。 毕竟那些条子也不容易。 阿兴在电话那头问我,二九,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听了阿兴的话,心中突然一动,我对着电话说道,外甥,有件事你最近得留意一下。 阿兴听了我的话,他在电话那头很是兴奋,二九,你快说,是不是你又要搞什么大动作? 我对着电话说道,你小子,别他妈的一天到晚的老想大动作,平安是福,懂不懂,是这样的。 你最近让兄弟们打听一下,看看附近的县里或者市里,有没有什么地皮方面的事情,就是有没有什么地皮会突然增值的消息。 地皮突然增值的消息,阿兴在电话那头好奇地问道,二九,您怎么突然对这些消息感兴趣了? 你小子别问那么多,我对着电话说道,记住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其他的事都可以放一放,那些地皮只要是附近的地方就行,记得要把消息尽量搞准确。 阿兴在电话那头说道,二九,我明白了。 阿兴停了一下,他在电话那头问我,二九,听说您今天那里来了贵客,不知道您和舅妈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听到阿兴问这时,心里马上就又烦躁了起来,我对着电话说道,小孩子家家的。 少管大人闲事,你记得把我刚才交代你的事情办好就行。 阿兴也从电话里听出我的心情不好,他急忙说道,二九,那您先忙,我挂电话了。 我应了一声,阿兴就把电话给挂了。 我坐在那里,又摸出一根白纱,然后点燃那根白纱吸了两口。 我坐在那里,看着远处平静的湖面,心里跟晚了一个疙瘩似的,很不舒服。 他马的,如果下东山非让我和下雪分开的话,我该怎么办? 哎,我跟下雪废了这么多周折,好不容易才有走到一起的迹象,可是下东山他。 我坐在那里,想着下东山提出的条件,琢磨了半天,也没想出什么主意。 我又吸了一口烟,这时,我身后传来了一个声音,如果你坐在那里吸烟能想通问题的话,我不介意你一直坐在那里吸烟。 我转身看着那个女人说道,下雪,你怎么来了? 下雪慢慢地走到我的旁边,她坐到了我身旁的椅子上,土包子,我刚才想跟你聊聊的。 可是我见你不太高兴,就想着等会再过来跟你聊。 后来,我见你一直在打电话,就没过来。 我看着下雪轻叹了一口气,没有说话,我心里有很多话想跟下雪说。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有些话,虽然在心里已经说了千百遍,可是真要想在现实中说出来,还挺困难的。 下雪看了我一眼,他看着我低声说道,土包子,你是不是在想我老爸说的事情? 我看着下雪点了点头,下叔叔今天给我们话下了道,如果我不按照下叔叔说的办,恐怕下叔叔不会同意。 可是,如果要让我和你分开,我心里也很不愿意。 我跟你在一起时间久了,我已经习惯了你在我身边的感觉,如果没有你,我不管做什么事都会六神无主的。 下雪听了我的话,他的脸上很是高兴,他看着我说道,土包子,这事其实是你想多了,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刚来江海县的时候,我给你说过的话。 我揉了揉鼻子看着下雪,下雪,你那时候给我说了很多话,到底是哪一句? 下雪看着我有点小生气地说道,土包子,你这家伙竟然敢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我就给你说过的,如果我们在江海这里的饭店开不下去的话,我们两个可以私奔。 当时,你的态度很肯定,你说一定要坚持留在这里发展,你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都不会做逃兵的。 下雪这一说,我马上就想起来了,我们刚来江海的时候,那个时候非常的艰难,下雪确实是给我说过这样的话。 下雪看着我继续说道,土包子,不管我老爸提出什么条件,也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和你在一起的,你要对我有信心。 我老爸刚才给我打电话,他让我去江海大酒店跟他聊聊,我现在就去找我老爸,我要做做他的思想工作,看能不能让他在江州这件事上让一让步。 我听了下雪的话,看着下雪激动地说道,下雪,你。 好了,土包子,不要说那么多了,下雪看着我笑了笑,你在灵湖雅院老老实实地待着。 我现在就去江海大酒店找我老爸谈谈,你就在家等我的好消息吧。 下雪起身,就朝汽车那里走去,接着,他开着车就出了灵湖雅院,我坐在那里心中暗道。 下东山应该来之前,就想好了我去江州这事,就算下雪去找他老爸,恐怕下东山也不会同意的。 我坐在那里,看着远处平静的湖面,我心里暗道,他妈的,真没想到回到城市里,竟然这么多事,早知道还不如当时我们几个人一直生活在荒岛上。 我要是跟下雪他们几个一直在荒岛上的话,也许我们几个早就那傻了,孩子说不定都一大堆了。 我坐在那里吸了一口白沙,当时老子一直想离开那个荒岛,所以没有想那么多。 现在想想,生活在那个荒岛上还挺舒服的,那个荒岛上的食物很充足,那些土着也很善良。 我们几个在荒岛上天天除了吃就是睡,根本就没有什么烦恼。 我正坐在那里想着心事,这时,我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兄弟,你这日子倒是过得挺自在啊,坐在这里晒着太阳看着风景,真是惬意啊。 我听了那人的声音,转身看着那人笑道,庄老哥,您怎么来了? 老庄看着我笑了笑,兄弟,不欢迎我吗? 我看着老庄急忙说道,欢迎,欢迎,老哥,你刚才不是跟夏叔叔一起去江海大酒店了吗?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老庄看着我,轻叹了一口气,兄弟,我们走的时候,我看你脸色不好看,所以我半路就下了车,我来这里跟你聊聊,反正咱哥俩好久也没见了。 老庄坐到了我的旁边,我拿起不话机说了两声,叶子齐从附近的食堂跑了过来,他给我们送来了一壶泡好的茶和两个杯子,接着他转身就走了。 我把杯子给涮了一下,然后倒上了两杯清茶,我把茶递给老庄,庄老哥,请喝茶。 老庄跟我都不是外人,他也没客气,他接过茶杯就喝了一口,兄弟,茶不错。 坐在这里晒着太阳喝着茶,你简直过的就是神仙日子。 我看着老庄叹了一口气,什么神仙日子,老哥你竟取笑我,前段时间我的麻烦一直不断,最近这两天才轻松了一点。 老庄品了一口茶,他看着我说道,你的麻烦不断,哪个地方的麻烦也不少。 就拿魔都来说吧,我上次回魔都之后,还不是一直在处理下家的那些麻烦。 我听了老庄的话,本来想问一下老庄的,可是我想了一下,还是决定先不问。 我要是直接问老庄的话,那就太唐突了,容易引起老庄的反感。 老庄,见我没有说话,他坐在那里看着我问道,兄弟,老爷刚才让你去江州搞地产的事,你是不是很不爽? 我听了老庄的话,心里一动,我看着老庄直接说道,老哥,咱俩都是自己人,我明着给你说,我确实是心里很不爽。 你也知道,江海这里以前是什么局面。 我跟夏雪他们几个人从一间小饭铺开始做起,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困难。 好不容易在江海这里赚到了一千万,我以为这下可算是苦尽甘来了。 可是没想到,夏叔叔竟然让我一个人去江州。 我以前在江海这里虽然苦,可是夏雪他们几个人都跟我在一起。 我们几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说说笑笑也就过去了,可是现在让我一个人去江州,我是真的想不通。 老庄听了我的话,他看着我解释道,兄弟,有些是很麻烦,老爷这样做也有他的苦衷,他也是没有办法,夏家在魔都遇到的麻烦非常棘手。 我听老庄又提到夏家的麻烦,我心里真是忍不住了,我看着老庄问道,庄老哥,夏家到底在魔都遇到了什么麻烦? 老庄听了我的话,他看着我解释道,兄弟,按理说你不是外人,我不应该对你隐瞒什么的。 可是夏家的,樊确实非常棘手,我不能随便告诉你。 夏家遇到的那个,樊,本来是只能用联姻来解决的,可是没想到你的出现竟然改变了这个局面。 老庄说这话的时候,他兴奋地看着我,兄弟,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你竟然能这么快就赚到一千万。 老爷都说,你是个商业奇才,假如给你一定时间的话,你绝对能解决夏家的那个,樊,老爷让你去江州也是无奈之举,毕竟夏家的主要产业现在是地产,如果你不了解地产的话,那么就算你去魔都也帮不上什么忙。 我坐在那里听了老庄的话,心里暗倒,听老庄话里的意思,夏家的,樊应该是生意上的。 樊,难道是夏东山的地产生意遇到了什么? 樊,夏东山的意思是让我先去江州的地产公司历练一下,然后再去魔都帮他。 樊,可是我在江海这里已经证明了我的能力,有几个人能像我一样,从一家小贩铺起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在江海这里赚到了一千万。 夏东山真是老了,他要是遇到什么,樊直接给我说就是了。 我肯定能用我的办法帮他解决那个,烦的,我根本就不用再去江州证明我的个人能力。 我坐在那里不停地琢磨,要不然这样,干脆我想个办法在地产上搞一下。 只要我能证明我在地产上具有同样的能力,也许夏东山就会改变他的主意,让我直接和夏雪回魔都了。 我心里暗暗打定了主意,也没有告诉老庄。 老庄,见我坐在那里没有说话,他以为他刚才说的那些话对我起了作用,他看着我说道,兄弟,去江州做地产对你来说也是个好事,其他的话我就不多说了,你自己考虑一下吧,反正你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来考虑这事。 我听了老庄的话,心里的主意更坚定了,老庄说得对,我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缓冲,我就用这一个月的时间在地产上搞点事情,等我用这一个月的时间在地产上做出了成绩。 到时候,夏东山一定会改变对我的看法,他肯定会让我去魔都帮他搞地产的。 老庄看着我笑了笑,兄弟,那你坐着慢慢考虑,我先回去了。 我见老庄起身,也急忙站起身,庄老哥,我送送你。 老庄也没推辞,他站起身就朝灵湖雅院的大门口走去,他边走边说,兄弟啊,我刚才还给宗涛打了个电话,我本来是打算跟他见一面的。 可是他说,他在外面忙,我就这一个徒弟,我有些担心他,兄弟,你可一定要帮我照顾好宗涛啊。 我听了老庄的话,我看着老庄说道,庄老哥,你就放心吧,宗涛是刚进终极,他如果遇到什么敌手的话,就算他伤不了对方,他自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老庄看着我低声说道,如果是华夏的对手,那我倒不是很担心,宗涛是部队上的人,我担心他碰到国外的高手,要知道,有些国外的高手也挺牛叉的,他们的杀人手法很是利索。 老庄的话让我心中一动,我上次问张宗涛遇到了什么,凡,张宗涛当时就吞吞吐吐的,他只是说是部队上的事,当时我也没有多想。 老庄现在一说,我才觉得张宗涛遇到的,凡可能跟国外的一些势力有关,要知道,华夏这几年的发展很是迅速,附近的一些国家对华夏很是敌视,他们经常会派一些间谍和特务来华夏刺探情报,如果地方上遇到这些事情,一般都会交给部队,张宗涛的特战旅正好负责处理这些事情。 我看着老庄说道,庄老哥,你就放心吧,如果宗涛来找我的话,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只要那些人敢威胁到华夏的安全,我绝对让他们一个个吃不了兜着走。 老庄看着我笑道,兄弟,有你这句话就够了,你不光在经商方面很有头脑,而且你的武学天赋也是我见过的人中间最高的,你的武学天赋应该和华夏战神林笑天有一拼。 我听了老庄的话,看着老庄祈祷,华夏战神林笑天。 老庄看着我,呵呵笑了笑,我都忘记了,你这家伙不在武行里面混,对华夏的武行不太了解。 林笑天是战神一般的存在,他有个外号叫华夏战神,这个外号可不是华夏的武行给他起的,那是周边国家对林笑天的尊称。 周边的一些不友好国家,十年前曾经在公海那里组织过一次活动,他们商量着如何对华夏发动一些攻击。 当时,那几个国家都纷纷派出了他们国内最优秀的精英,但是他们在商量行动的时候,却突然受到了攻击。 林笑天一个人偷偷地潜入到了那艘巨大的货船上,当时那艘货船上一共有78个身怀绝技的特工。 可是那些特工都被林笑天一个人给干掉了。 那艘巨大的货船在三天后才被人给发现,船上的那些尸体惨不忍睹。 经此一战之后,周边的那几个不友好国家元气大伤,他们再也没法对华夏发起攻击。 因此,华夏也平静了很多年。 我听了老庄的话,心里暗道,真没想到,部队里竟然还有这么样的高手。 我看着老庄问道,庄老哥,林笑天既然这么厉害,那他应该是什么级别? 老庄站在那里思考了一下,然后低声说道,林笑天能一个人做掉78个特工,他最少应该到达了华晋。 至于他到达了华晋哪个阶段,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听了老庄的话,心里不知道怎么的,老是觉得痒痒的,他妈的。 那个林笑天竟然这腰牛逼,回头什么时候有时间得去找他练练,看看华晋到底能有多牛叉。 我站在那里看着老庄问道,庄老哥,林笑天既然这腰牛叉,在哪能找到他? 干嘛,你小子想去找他挑战,老庄看着我说道,兄弟,虽然你的武学天赋很惊人,但是你跟他的实力相差得太远了。 而且,林笑天是华夏战神,他主要坐镇燕京,一般人要想见他一面都很难,更别说去找他挑战了。 他身为华夏战神,是不会接受任何人挑战的。 他出手就是杀戮,他只对敌人动手。 我听了老庄的话,心里有些不服气,他妈的,华夏战神竟然那么牛逼,老子现在确实不是他的对手,可是老子天赋惊人,只要我一直努力的话,我相信我也能到达华晋阶段的,只要老子到了华晋阶段,就去燕京找找那个林笑天。 你他妈的,不跟老子比试,老子有的是办法让你跟我比试。 不过,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我也没有多说,老庄岁数毕竟大了,有些事,如果我说出来的话,他可能不会接受。 我把老庄送到了院门口,老庄冲我挥了挥手,他打了辆车就走了。 我转身就回到了沙滩那里,我坐在那里边喝茶边想着老庄给我说的是,他妈的,华夏战神,这是有点意思。 说起来,老子还是迷离岛的战神呢,等回头有机会了,就让我这个迷离岛的战神会会你这个华夏的战神。 我坐在那里喝了两杯茶,就听到下雪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土包子,你还在这晒太阳呢? 我转身看去,只见下雪的脸色不太高兴,看样子就知道,下东山在江州的市场没有对下雪让步。 下雪看着我气道,我跟我老爸说了半天,他就是不同意改变主意,他说一定要让你去江州的地产公司学学。 我揉了揉鼻子,看着下雪说道,下雪,其实这是我已经想通了,这是其实很简单,我们把去江州这是想复杂了。 下雪听了我的话,他看了我一眼,土包子,你是不是疯了,这是怎么简单了? 下雪似乎想到了什么,他抬头看着我说道,土包子,你一脸坏笑的样子,快说,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办法? 我揉了揉鼻子,看着下雪说道,下雪,我有个办法可以不去江州。 下雪听了我的话,他坐在那里看着我激动地说道,土包子,你快说,你到底有什么办法? 我看着下雪笑道,下雪,你别急,咱们去四合院说,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下雪看了我一眼,他很不满意地说道,土包子,你这家伙脑袋里不知道又有了什么鬼主意,还非得去四合院说。 我看着下雪认真地说道,这可是件大事情,关系到咱们所有的人,所以我得拿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下雪看着我无奈地说道,好吧,我就去四合院听听你准备干嘛。 我跟下雪直接回到了四合院的惠客屋,我坐在惠客屋里泡了一壶茶,下雪把肉丸子和叶子棋都喊了过来,我给他们一人倒了一杯茶,下雪看着我急道,土包子,你就别在那里费事了,你赶快说吧,你到底有什么办法? 肉丸子听了下雪的话,他坐在那里祈祷,下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下雪看着肉丸子解释道,我老爸不是让土包子自己去江州搞地产吗? 我刚才去找我老爸了,我老爸坚持要让土包子去江州学习,我回来找土包子的时候,土包子竟然给我说他有办法。 叶子棋听了下雪的话,他坐在那里看着我激动地说道, 包子哥,你快说你有什么好的办法,你一个人去江州那边学习,我们都要好久才能看到你一次,我们大家的心里都很不舒服呢。 土包子,你这家伙虽然有时候有些讨厌,但是要是好久没见你的话,我还真的有点想你。 肉丸子坐在那里看着我说道,你快说你想到了什么好办法。 我揉了揉鼻子,坐在那里看了他们三个人一眼,然后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夏叔叔让我去江州,他其实也是好意,他也是为了让我了解地产行业,他想让我熟悉地产的一些运作模式。 夏叔叔对我不太了解,他不知道我的能力有多强,他对我没有什么信心。 既然夏叔叔对我没有什么信心,那我们就做点事情让他看看,好让他对我们有信心。 肉丸子听了我的话,他坐在那里看着我急到,土包子,你就别在那里说废话了,你就直说,你到底准备干嘛。 夏雪坐在那里看着我,他的眼中突然跳出一丝惊讶,土包子,你是不是打算悄悄地进军房地产? 我听了夏雪的话,心中一惊,夏雪果然是出身豪门,我只是开了个头,就被他给猜到了。 我揉了揉鼻子,看着夏雪说道,没错,我是准备进军地产界,只要我们在地产行业做出了成绩,夏叔叔就会改变对我们的看法,到时候,他就会让我们直接回魔都的。 肉丸子听了我的话,他看着我急到,土包子,做地产可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地产公司可不是开饭店,别的不说,你做地产的钱从哪来? 我看着肉丸子笑了笑,我们现在手头有一千两百多万,我们拿出一千万搞个地产公司应该没什么事,我们先做一些小项目,这些钱应该够用。 肉丸子听了我的话,他坐在那里看着我不服气地说道,土包子,好,就算你说得对,资金没什么问题,那公司的资质什么从哪来? 我还没有说话,夏雪已经在旁边说道,资质这些事也比较简单,我们拿一千万在江海这里,接个小型的地产公司就行,有些二级或者三级地产公司的资质都很全。 肉丸子听夏雪这样说,他抿了抿嘴,没有再说什么。 叶子齐坐在那里想了想,他看着我问道,包子哥,你刚才说要搞些小项目,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里,你根本就不可能搞什么地产项目。 我看着叶子齐笑了笑,子齐,你说得很好,其实我是这样想的,咱们时间紧促,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的时间盖楼确实不够用,可是我想打个短差。 就是用消息来盈利,如果哪个地方有什么开发项目的话,咱们提前用这一千万来买地,这样只要消息一明了,咱们把地皮捣手一卖就是钱。 如果咱们赚了钱,那夏叔叔知道了,也就不会说什么了,也许他会改变主意,让咱们大家一起去磨都,毕竟商场上这些事,还是靠实力说话。 叶子齐听了我的话,她坐在那里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肉丸子坐在旁边拍了一下桌子,她看着我兴奋地说道,土包子,我明白了,你这意思就跟咱们以前开发区的饭店一样,如果咱们提前知道那个高铁站要盖在开发区,当时咱们要是把那些地皮提前买下来的话,那就发大财了。 我看着肉丸子说道,肉丸子,你看看你,一说钱你这家伙就两眼放光,你就是个大财迷。 肉丸子听了我的话,她看着我不服气地说道,我就是财迷,怎么了? 钱虽然不能解决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但是钱能解决掉很多烦恼。 如果你这家伙有很多钱的话,那夏叔叔也许早就同意了你和夏雪的事情。 肉丸子这家伙是个急脾气,他说这话的时候也没多想,他话出口才觉得自己说得不太对。 他急忙看了我和夏雪一眼,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听了肉丸子的话,心中暗道,其实肉丸子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假如我。 家也是魔都六大家族的话,也许夏东山早就同意了我和夏雪的事,我们俩的孩子应该都会打酱油了。 夏雪听了肉丸子的话,他的脸色看起来也有些不太好看,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 那一会,我们大家都没说话,会客屋里静悄悄的,气氛很是尴尬。 叶子齐坐在那里轻轻咳嗽了一下,他看着我说道,包子哥,你的想法不错,不过如果买房地产公司的时候,咱们还是得小心点,因为你现在的名头太响亮了。 如果光明正大的去买地产公司,容易被人给阴了。 夏雪看着叶子齐笑了笑,子齐,我发现你真的是很聪明,虽然你以前没有接触过地产,可是你考虑问题,考虑得很全面。 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也考虑到了,我跟,蕾的名字都太想了,不方便出面,去买房地产公司,肉丸子以前在魔都,经常跟我一起玩, 保不齐有人会认识他,我们这里只有你去买地产公司最合适,到时候,地产公司的法人名字就是你,这样我们操作起来的话,也方便一些。 我听了夏雪的话,拍手说道,好,夏雪说得好,回头就用子齐你的名字去买地产公司。 叶子齐看着我点了点头,包子哥,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夏雪坐在那里看着我说道,土包子,你说的那个短期炒地皮的方法很好,可是这种办法有个漏洞,那就是,这种消息很不好打听,而且,万一消息出差错的话,那麻烦可就大了,这种办法的风险非常大,你可要想好了。 我坐在那里看着夏雪说道,富贵险中求,夏雪,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把消息搞清楚的。 夏雪看我说得那么肯定,他看着我点了点头,土包子,我相信你,你一定行的。 我看了夏雪他们三个人一眼,那这是就这样说定了,咱们拿一千万出来做地产公司,咱们一定要地产公司再创辉煌,咱们要大杀四方。 再创辉煌,夏雪坐在那里看着我说道,这样吧,回头我们的地产公司就叫创辉地产。 我听了夏雪的话,看着夏雪赞道,这个名字起得好,创辉地产,我们已经在江海这里闯出了一片天地,下一步就让我们在房地产界再创辉煌。 肉丸子和叶子齐听了我的话,他俩也都在那里兴奋地说道,创辉地产,好名字。 肉丸子高兴地站了起来,他看着我们说道,等一下,我去拿红酒,让我们大家庆祝一下。 创辉地产再创辉煌,肉丸子飞快地跑到了隔壁的屋里,他拿出了一瓶红酒,接着他把那瓶红酒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我闻着那红酒的味道,看着肉丸子说道,切,肉丸子你这家伙真扣门,我以为你是去拿罗曼尼,康蒂了呢,谁知道只是普通的章鱼。 土包子,你这家伙就是个败家爷们,肉丸子看着我说道,勤俭持家你懂不懂,我告诉你,我可不是小抠,那三瓶罗曼尼,康蒂我留在那里有用,等回头需要的时候,我自然会拿出来的。 我看着肉丸子笑了笑,肉丸子,你说得对,来,大家干一杯,为创辉地产再创辉煌干一杯。 我们四个人都很高兴,我们都把杯里的红酒碰了一下,接着,我们四个人一饮而尽,大家都对搞地产这是没什么意见,剩下的事情就简单多了。 我们在江海县这里买下了一个地产公司,那个地产公司是个二级地产公司,里面的资质都很齐全。 我们把法人代表的名字改成了叶子棋,这样回头我们拍地的时候,可以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毕竟我和夏雪的身份不同,我们两个人如果去拍地的话,太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了,到时候我们拿地的价格可能会被炒到很高。 如果是叶子棋的话,那就没那么多事情了,叶子棋平时也就在临湖雅院的食堂里帮帮忙,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更别说认识她了。 创辉地产的事情已经搞定了,下一步就是找到可能会突然增值的土地,这事确实有点麻烦,我不敢动用我的那些关系,可是阿兴那小子也一直没给我打电话。 那天下午,我正坐在沙滩那里晒太阳,我琢磨着已经有两天没跟阿兴联络了,正打算给阿兴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就在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我从口袋里掏出电话一看,只见电话是阿兴打来的。 我心里有些激动,当时就接起了阿兴的电话,我对着电话说道,外甥,最近一直没有你的消息,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阿兴在电话那头说道,二九,我有消息了,半个小时后,咱们老地方见。 我听了阿兴的话,心中一动,他妈的,阿兴这小子可以啊,这么快就有了土地的消息。 我心里还是有些不放心,我对着电话问道,外甥,是地的消息。 二九,附近有块肥肉,电话里不方便说,等会见面我再给你说。 阿兴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我坐在那里很是兴奋,他妈的,阿兴这小子真够可以的,他竟然能这么快就搞到土地的消息。 而且听他那意思,那块地应该很有油水。 我想着,那块有油水的地心里,就一阵激动,老子就用这块肥地先捞上一把。 等我用这块地赚了钱,夏东山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的,到时候,我就不用去江州了。 也许夏东山会直接同意了我和夏雪的事情。 我坐在那里越想越美,夏东山,你就瞧好吧,老子这次就让你知道我的能力有多强。 我跟夏雪他们打了个招呼,说我要出去一趟,其他的事我也没跟夏雪他们多说。 夏雪看着我应了一声,他叮嘱我早点回来。 我在临湖雅院的门口打了辆车,然后就直接去了湖心公园的北门。 我在北门那里等了一小会,就看到了阿兴。 阿兴这小子今天打扮得有些老气,他的头上戴了个帽子,他把帽颜压得很低,一般人就算正面看到他,也认不出来他就是阿兴。 阿兴给我使了个眼色,接着他直接就朝湖心公园里面走去。 我等了一小会,才跟在阿兴的身后进了湖心公园。 我俩朝前走了一会,然后坐到了湖心公园树林里的一条木椅上,阿兴朝四周看了一眼,他低下头对我说道, 磊哥,咱们的运气挺好,前几天我刚让兄弟们出去打听,一个兄弟就给我提供了一个好消息。 我听了阿兴的话,心里有些好奇,这事也太巧了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兴看着我说道,我有个兄弟,他家住在魔都附近的山昆市。 前几天,那个兄弟回家探亲,他回去的时候,正好听到了一个消息。 我递给阿兴一根白纱,接着我自己也点上了一根白纱。 阿兴,你继续说。 那个兄弟说,他有个老表是附近修公路的。 那个老表说,魔都和山昆之间要再修一条高速公路, 在那条高速公路规划上的地皮都会翻好多倍。 阿兴坐在那里看着我说道,修建高速公路这是比较保密, 很少有人知道。 那个兄弟也说他只是听到风声,那条高速公路到底修不修, 他也不能确定。 我听阿兴这样说,看着阿兴淡淡地说道, 阿兴,你小子就直接说吧,你是不是自己还做了很多工作? 阿兴看着我笑了笑,雷哥,还是你懂我? 阿兴从身上摸出手机,他把手机递给了我,雷哥,你看看, 这是我去山昆市土地规划伴找的资料。 我翻开了阿兴手机上的那些照片,那些照片都是一些红头文件, 那些文件拍得都很清晰,上面都盖着很多工章, 那上面详细地叙述了魔都到山昆市修建高速公路的事情, 而且文件上已经标明了近期马上开工。 我仔细地看着那些文件,那些文件上每个文件都盖了很多工章。 我看着那些文件心中暗道,阿兴这小子为了确认高速公路的事情, 他又利用自己的小偷绝技,偷偷地潜入了山昆市土地规划办, 把这些机密文件给偷偷地拍了照。 看来,魔都到山昆市修建高速公路的事情是真的,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地皮的话,应该能够大赚一笔。 我看着阿兴说道,阿兴,干得好,看来修建高速公路这事是真的。 下一步就是找地皮了。 阿兴摸了摸下巴看着我说道, 雷哥,你继续往下看。 我把照片继续朝后翻去,看到了高速公路具体的修建方案, 在最后面则是一块厂房的公开拍卖信息, 我仔细地看了看那块厂房的公开拍卖信息。 那块厂房竟然在高速公路的规划上面。 我看着阿兴问道, 这个厂房的拍卖信息你是怎么得到的? 阿兴看着我急忙解释道, 雷哥,这个可不是在土地规划办得到的。 我开车沿着规划的路线走了一遍, 然后就发现了这个破旧的厂房。 你说,咱们的运气是不是太好了? 这块厂房的土地正好要拍卖。 我听了阿兴的话, 心里觉得有点不舒服, 这块厂房的土地正好要拍卖。 这也他码得太巧了吧。 阿兴见我有些不太相信他, 他急忙划开了手机里的另一些图片, 雷哥,这是那片厂房的地貌。 那片厂房是片空置的厂房, 那片老厂房还是老苏联时候建造的, 以前是个什么加工厂, 已经空置了很多年, 我打听过了, 那片厂房以前已经拍卖过很多次了, 都是没人接盘。 因为那块厂房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偏了。 那片厂房的性价比很高, 拍卖行对那块地的预估价是三百万。 我们要是能把那块地拿下来的话, 回头高速公路一修, 光政府的赔偿款最少都要好几倍。 我坐在那里没有说话, 我把阿兴手机上的那些照片重新又翻了一遍, 他妈的, 那些文件确实是红头文件, 而且上面都盖着工章, 应该不会是假的。 那块地皮看起来面积也不小, 而且, 那块地皮上的建筑虽然看起来老旧, 但是由于都是老苏联式的建筑, 看起来还挺有文化味道的。 我坐在那里边看边琢磨, 高速公路和地皮的事都不像是假的, 可是这事也他妈得太巧了吧。 老子刚想搞地产, 马上就有一块肥肉从天上掉下来。 阿兴坐在那里看着我问道, 磊哥, 你在想什么? 我看着阿兴解释道, 没事。 我就是觉得这是太巧了点。 磊哥, 要我说, 这就是你运气到了。 阿兴坐在那里看着我说道, 老话不是说得好。 运气来了, 城墙都挡不住。 干啥啥赚钱。 磊哥, 你来江海这里都快一年了。 你这一年吃了不少的苦, 那些苦要是压到别人的身上, 那别人早就被压垮了。 这就是苦尽甘来, 磊哥, 你的好日子来了。 我听了阿兴的话, 看了阿兴一眼, 阿兴这小子, 两眼兴奋地看着我, 我心里暗道, 阿兴这小子是我的小弟, 而且, 我一直对他不错, 他是绝对不会出卖我的。 可是我怎么老觉得, 这些事情都太巧了呢? 我坐在那里, 一直琢磨着这件事情, 可是我想了半天, 也没找出什么漏洞, 那些文件上都写得清清楚楚,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 可是, 我怎么老觉得不对劲啊? 阿兴见我没说话, 他坐在那里看着我说道, 磊哥, 明天上午这块地皮, 就要在山昆市拍卖了, 您今天晚上想想吧, 你要是不想去拍地的话, 那我就找兄弟们再打听一下, 看看其他的地方, 还有没有什么油水。 我看了阿兴一眼, 行, 你找兄弟们再打听一下, 如果我明天要去拍地的话, 我自己就去了。 阿兴看着我说道, 磊哥, 那我先走了。 阿兴说完, 他站起身, 就朝远处走去, 我坐在那里没有动, 看着阿兴消失在远处的树林里。 阿兴这小子挺能干的, 而且他对我忠心耿耿, 他这几天一直在忙这块地皮的事情, 他把这块地皮的消息搞得非常清楚, 按理说, 这块地皮应该没有什么事, 可是为什么我老觉得心里不舒服呢? 他码的, 这事也太顺了。 难道真跟阿兴说的一样, 我的运气来了? 我起身也走出了湖心公园, 我打了辆车, 直接就回到了临湖雅院。 那天晚上, 我吃完晚饭后, 就坐到了沙滩那里, 我点燃了一根香烟, 吸着烟看着远处平静的湖面。 洁白的月光照在湖面上, 给我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我吸了一口白沙。 看着远处平静的湖面, 心里却很不平静。 我来江海县之后, 不管做什么事情, 一直都非常稳当。 哪怕是我去搞花廊和哈雷那些人的时候, 也是把所有的计划给想了很多遍, 所以我才没有出过差错, 我才能今天稳稳当当地坐在这里看月亮。 我现在对地产界一点都不了解, 明天直接就去拍地的话, 会不会太貌事了? 我是不是应该像夏东山说的那样, 去江州从地产的底层坐起。 可是老子真的不愿意离开下雪, 为了下雪。 我愿意去做任何事情, 吃苦什么的我都不怕, 只要下雪在我的身边。 如果我去了江州, 那我和下雪就成了异地恋, 到最后, 我肯定会和他玩玩的。 他马的。 老子真的是很喜欢下雪, 老子为了他付出那么多, 我说什么也得保卫自己的爱情, 我不能让夏东山把我们拆开。 他马的, 老子明天就去参加那个地产拍卖会, 老子先花三百万把那块地给拍下来, 然后再想其他的事情。 就在这时, 我身后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土包子, 你坐在那里半天没有动了, 你在想什么呢? 我听了那个女人的声音, 心中一动, 我回身看着那个女人说道, 下雪, 你怎么还没有睡? 最近心烦, 睡不着。 下雪慢慢地朝我走了过来, 我本来想四处走走的, 然后就看到你坐在沙滩这里。 我见你半天没有动, 所以过来看看你。 我看着下雪笑了笑, 我也有点心烦, 所以睡不着。 下雪坐到了我的身旁, 他看着我问道, 是不是因为我老爸让你去江州的事情? 我看着下雪点了点头, 去江州从头做起我倒不怕, 我主要是不想和你们分开。 下雪看着我平静地说道, 土包子, 你放心, 不管去啊, 我们大家都会在一起的。 我看下雪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我看着下雪问道, 我一个人去江州, 我们大家怎么在一起? 下雪看着我嬉嬉笑了笑, 土包子, 你放心, 我自有办法。 我听了下雪的话, 心中一动, 看着下雪问道, 下雪, 你快说你有什么办法? 下雪坐在那里看着我笑了笑, 土包子, 山人自有妙计, 你到时候就会知道的。 好啊, 下雪, 你竟然敢学我? 我看下雪装出我平时的样子, 我直接就用手去抓她, 谁知道下雪早有防备, 我的手还没有到她跟前, 她已经站起来躲到了一旁。 下雪绕着附近的木椅就跑了起来, 她边跑边喊, 土包子, 你抓不到我, 你抓不到我。 我现在是刚进高级, 我要想抓到下雪, 其实是易如反掌, 不过下雪是在和我打闹, 我要是用上功夫的话, 反而没了情调。 我俩就在木椅那边跑了起来, 你还别说, 下雪最近经常锻炼, 她的身体灵活性还挺高, 她绕着椅子一直不停地跑, 我要抓到她还真的有点困难。 我跟下雪绕着椅子跑了一会, 我的心情舒服了很多, 房地产的事刚才就像一个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头, 这一跑, 我都把那些烦恼给忘了。 我的心里一舒服, 我的大脑也迅速恢复了状态, 我看着下雪说道, 下雪, 你别跑了, 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下雪停下了脚步, 她警惕地看着我, 土包子, 我给你说, 你可别想找机会吃我的豆腐, 我不会让你这家伙得逞的。 我本来没有吃下雪豆腐的意思, 可是下雪这样一说, 让我忍不住朝下雪的巨大看了一眼, 下雪的那里高高地耸立着, 看起来很是挺拔, 我心里暗倒, 下雪的身材真是不错, 她最近经常做运动, 那里看起来好像又大了。 下雪盯了我一眼, 土包子, 你往哪看呢? 我急忙把目光收了回来, 我看着下雪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下雪, 我真有事情要跟你商量。 你记不记得我前几天给你说过要搞地的事情? 搞地的事情? 下雪站在那里看着我很是吃惊, 你这么快就有了地皮的消息。 我找朋友搞过来的消息, 是一块废旧的厂房地皮, 但是有一条高速公路会经过那块地皮, 所以我看着下雪说道, 那块地皮的价格应该能翻好几倍。 下雪听了我的话, 她看着我问道, 土包子, 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 还有, 如果要买地的话, 那就是创徽地产的事, 我们四个人要一起商量, 如果以后留营回来的话, 那就我们五个人一起商量。 我听了下雪的话, 看着下雪点了点头, 那好, 你去喊肉丸子和紫棋去会客屋, 我让我朋友把那些资料发给我, 等会你们看看再说。 下雪应了一声, 接着, 她转身就朝四合院走去。 我见下雪走了, 才掏出电话, 给阿星打了个电话, 我让阿星把那些文件和照片都发给我, 没一会, 阿星就把那些东西全发到了我的手机里。 我之所以等下雪走了, 才给阿星打电话, 不是我不相信下雪, 只是有些事不想让她知道的太多, 省得她天天提心吊胆的。 我直接就去了会客屋, 下雪和肉丸子, 他们三个人都坐在那里, 叶子祈祷了一杯茶递给我, 包子哥, 喝茶。 我接过了杯子, 然后品了一口, 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肉丸子已经看着我急到, 吐包子, 你就别在那里磨磨叽叽地喝茶了。 下雪说, 你有地皮的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把手机上的图片调了出来, 接着, 我把手机放到了桌子上, 你们三个看看吧。 下雪拿起了手机, 她仔细地看了看那些图片, 她看完之后, 就把手机又递给了肉丸子和叶子祈, 没意会, 肉丸子和叶子祈也都看完了那些图片。 我看着下雪他们三个人解释道, 你们也都看过了, 那些红头文件都是高速公路的文件, 至于后面那个厂房, 就是明天准备拍卖的土地, 那块地作价三百万, 明天在山昆市拍卖。 下雪看着那些照片说道, 那些文件应该是真的, 至于你说的这个厂房, 确实也比较破旧, 不过,这块地皮如果在高速公路的道路中间, 那就不一样了, 这块地皮最少能长好几倍。 肉丸子听了下雪的话, 她马上就激动了起来, 她在那里一拍桌子, 那咱们还犹豫什么? 拍啊, 明天咱们就去拍, 对了, 下雪, 如果我们拍下这块地的话, 大概能赚多少钱啊? 下雪看着肉丸子解释道, 这块地虽然坐价只是三百万, 但是那是评估商给的价格, 这块地加上那些厂房, 怎么着也得值个六七百万吧? 高速公路如果从那里经过的话, 按照保守的赔偿, 最少也应该赔个三四倍, 那就是快两千万。 肉丸子听了下雪的话, 她坐在那里张大了嘴巴, 两千万。 我们只投三百万就能赚到两千万。 这也太赚钱了吧。 下雪看着肉丸子笑了笑, 如果我们在厂房那里再搞些小动作, 比如在头点前建个青钢厂房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建筑, 这样回头还可以多点赔偿。 这一单要是做好的话, 我们估计能赚到两千五百万到三千万之间。 肉丸子听了下雪的话, 她坐在那里大叫道, 乖乖里个东。 地产这行是厉害啊, 这头三百万就能赚上七八倍, 这也太牛了吧。 我听了下雪的话, 心里也暗暗扎舌, 下雪她家真不愧是搞地产起家的。 她对这里的很多门道都很是清楚, 像下雪说的那些在搞青钢厂房之类的事情, 我就根本想不到。 叶子棋听了下雪的话, 她在旁边看着下雪问道, 下雪, 那这块地现在的起拍价是三百万, 你说我们多少钱能把这块地给拿下来? 下雪看着叶子棋解释道, 拿地主要看有没有什么竞争对手, 有的时候, 咱们看好的地, 别人可能也看好, 这个时候, 价格就会一直往上飙升。 不过土包子说了, 建高速公路这事, 知道的人应该很少, 但是也不排除会有其他消息灵通人士会知道建造高速公路这事。 咱们创徽地产是第一次下场, 这块地又很有前途, 咱们能拿下这块地, 就尽量把这块地拿下来。 按照我刚才的估算, 就算咱们用一千万拿下这块地也不亏, 因为后面这地还是会被政府给收回去的。 叶紫棋听了下雪的话, 她看着下雪问道, 下雪, 一千万拿这一块地, 会不会冒的风险太大了? 下雪看着叶紫棋笑了笑, 紫棋, 我只是说我们最高可以出一千万拿这块地, 可是拿地这事都是随机应变的, 有时候, 我们需要根据拍卖会的情况来决定拿地的事情。 下雪说到这里, 她突然一扭头, 她看着我问道, 土包子, 明天我们三个人都进入不了会场, 你有没有那些特殊的工具? 特殊的工具? 我看着下雪问道, 你什么意思? 下雪看着我说道, 土包子, 你真笨! 我的意思你还不明白, 你有没有那种高档地带到耳朵里的隐藏耳脉? 这样我们明天可以在汽车里跟紫棋随时沟通, 以保证拍地的安全性。 我听了下雪的话, 看着下雪笑道, 原来是这事, 没问题。 我起身去我的屋里拿过来了三样东西, 其中一个是针孔摄像头, 另一个是个微型窃听器, 还有一个是高档耳脉。 那个高档耳脉是一套东西, 有一个耳脉和一个对话器, 那个耳脉可以放到叶子棋的耳朵里, 叶子棋只要把头发垂下来, 别人就看不到那个耳脉。 那个对话器则可以夹在衣服里面, 只要叶子棋说话, 我们就能听到。 我把那些东西在叶子棋身上放好。 下雪怀疑地看了我一眼, 土包子, 要不是我对你很了解, 光凭这些东西。 我就会以为你是个特工。 我揉了揉鼻子, 看着下雪笑道, 这都是以前我叫阿星买的。 有时候去山里打猎比较方便。 下雪看了看我, 他没有再说什么。 那些东西确实是前段时间我让阿星买的, 不过那段时间我在对付墨镜坤, 所以让阿星买了很多高科技产品, 没想到现在这些东西竟然派上了用场。 我走到屋子外面试验了一下, 那些东西的质量很好, 摄像头里的人影看得非常清楚, 而且, 下雪他们几个人说话的声音也很清楚, 叶子棋说话的声音也很清晰。 我走进屋子看着他们说道, 好了, 一切就绪, 明天早上, 咱们得早点起来, 直接去山坤市把那块地皮给买下来。 肉丸子听了我的话, 他站起来兴奋地喊道, 我们要做地主了, 这一次真的是要发财了, 地产可是比开饭店赚钱多了。 下雪坐在那里看着肉丸子说道, 肉丸子, 你就别兴奋了, 赶快去睡, 要不然明天早上喊不醒你, 我们几个可就去了。 肉丸子听了下雪的话, 他马上说道, 我现在就去睡觉, 明天拍地这时, 谁不含我, 我跟谁急。 叶子齐看着我笑了笑, 包子哥, 明早见。 我们几个人都起身, 回到了各自的房间, 我躺在床上有点兴奋, 又有点紧张。 他马的, 老子以前是个农村孩子, 从来没想到, 自己竟然有一天会去拍地, 这他马的变化, 真是太大了。 我想都不敢想啊。 我躺在床上不停地感慨, 他马的, 要是当时那艘轮船没有出事, 我们几个没有漂到那座荒岛上。 也许, 我早就毕业回家了, 也不会和下雪走到一起, 也不会遇到这么多的事情。 我想了一会, 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 我们四个人早早地就起来了, 我们直接把车开到了山昆市拍卖行的附近。 我把车停到了拍卖行附近的停车厂里, 我又试了一下叶子奇身上的设备, 那些设备都很好, 没有任何问题。 我看着叶子奇说道, 子奇, 你放轻松, 今天是我们创徽地产第一次拿地, 一定会成功的。 叶子奇看着我笑了笑, 包子哥, 那我进去了。 我点了点头, 叶子奇就走进了那家拍卖行, 叶子奇坐到了靠后的位置, 她在那里转了一圈身体, 我看了看那个拍卖行, 里面稀稀拉拉坐了几十个人, 似乎没有什么特别显眼的人物。 拍卖会马上就开始了, 拍卖过几块土地之后, 拍卖师在那里大喊道, 下面我们即将拍卖的土地 是山昆K178号土地, 这块土地是工业厂房用地, 其价三百万, 每次加价为十万, 现在准备开拍。 我听着那个拍卖师说的话, 心里一阵激动, 他妈的, 我们看中的那块土地 终于要开拍了。 我和夏雪还有肉丸子坐在车里, 我们三个人紧张地 盯着放在车子中间的平板电脑, 我们看着那个拍卖师, 心里都有些紧张。 我见叶紫棋的身体有些颤抖, 我对着布画机说道, 紫棋, 放轻松, 别紧张, 你只当是来这里玩个游戏, 心态一定要放平和。 叶紫棋对着耳, 轻轻地说道, 包子哥, 我知道了, 我一定放轻松, 你放心吧, 我没问题的。 这时, 只见那个拍卖师 站在中间喊道, 这块土地的起拍价是三百万, 有没有加价的朋友。 叶紫棋对着耳, 问道, 包子哥,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别着急, 我对着布画机说道, 先等一下, 看看再说。 肉丸子坐在一旁, 他看着我急道, 吐包子, 你等什么等, 要我说, 你直接让叶紫棋一家驾, 咱们趁着现在没人, 直接把地拍回去不就得了。 我听了肉丸子的话, 心里有些生气, 我看着肉丸子怒道, 肉丸子, 要不这样, 你干脆直接冲进拍卖行, 把一千万往桌子上一放, 咱们, 直接把这块地拿走好不好。 我说这话比较冲, 肉丸子听了我的话, 他被我说得满脸通红, 坐在那里很是尴尬。 下雪看着肉丸子说道, 肉丸子, 你性子急, 拍卖会是这样的, 要先看看别人的情况再说, 拍卖土地这事可不能急。 肉丸子被下雪一说, 他坐在那里点了点头, 应了一声, 没有再说话。 拍卖师见没有人叫架, 他站在那里大声喊道, 三百万, 第二次。 叶子棋看了看拍卖行里的人, 他低声对着, 客风说道, 包子哥, 没人喊架,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坐在那里想了一下, 然后看着叶子棋说道, 子棋, 家价十万是一事。 叶子棋应了一声, 他举了一下手, 三百一十万。 拍卖师看了叶子棋一眼, 他兴奋地在那里喊道, 三百一十万, 这位女士出价三百一十万, 还有没有家价的朋友。 拍卖会里静悄悄的, 那些人都转身看了叶子棋一眼, 但是没有任何人家价。 拍卖师在那里大声喊道, 三百一十万第一次, 还有没有家价的朋友。 拍卖会的现场里仍然静悄悄的, 没有任何人准备家价。 我坐在那里, 看着拍卖会的现场, 心里暗道, 看来阿兴这小子给的消息是正确的, 修建高速公路的事情还没有被传出去, 这块地皮的隐藏价值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没有人跟我们静拍。 我坐在那里心中暗乐, 他妈的, 这种感觉真是爽, 看来真该老子发财了, 阿兴说得对, 运气来了, 城墙都挡不住。 我坐在那里点燃了一根白纱, 我得意洋洋地看着平板电脑, 只见那个拍卖师站在那里大声喊道, 三百一十万第二次。 拍卖师的话音刚落, 拍卖会的右边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出三百二十万。 拍卖会的现场传来了人群的惊讶声, 一些人都朝右边的方向看去, 我对着布画机说道, 子齐, 看看右边是谁在抢地。 叶子齐应了一声, 他的身子朝右边转去, 右边那个人的身影显现了出来, 那个人头发有点花白, 身上穿着一件老气的西装, 那家伙虽然是个老头, 但是他的眼神却看起来很清晰。 我虽然不认识那个老头, 但是拍卖会附近的一些人, 已经把那个老头给认了出来, 那些人都坐在那里纷纷惊叹。 这是孙伯, 孙伯竟然看上了这块地, 难道这块地有什么发展潜力不成? 是啊, 孙伯可是山昆市的地产石楼专家, 他只要看中的地, 后面绝对会有大发展。 我听说孙伯上个月在摩都那边拍了一块地, 他刚把那块地给拍下来, 附近的高尔夫球场就开工了, 那块地皮可让孙伯赚了一大笔。 孙伯现在来买这块地, 看来这块地后面应该也会有大发展啊。 我听了那些人的议论, 心里不惊一沉, 他马得,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看来摩都跟山昆市修建高速公路这事, 不光我们知道, 这个孙伯应该也得到了消息, 他刚才坐在那里纹丝不动, 应该就是看有没有竞争对手。 叶子齐听到有人喊六百万, 他也有点急了, 他坐在那里说道, 包子哥, 现在怎么办, 我们还加不加价。 我坐在那里深吸了一口气, 他马得, 老子没想到拍一块地竟然这么烦, 本来以为这块地只有我们和孙伯竞争, 现在竟然又杀出了一个竞争者, 看来地产这一行得谁挺深啊。 叶子齐在耳里没有听到我说话, 他有些着急了, 他坐在那里问道, 包子哥, 你有没有听到,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想了一下, 对着布画机说道, 子齐, 你先别急, 你往左边那里看一下, 我先看看左边那个买家的样子。 叶子齐应了一声, 他的身体朝左边转去, 那一会, 我心里不知道怎么的, 突然有些紧张, 我坐在那里看着平板电脑, 只见左边那里坐了两个人, 一个人看起来像是律师的模样, 在那个律师身边坐了一个男青年, 那个男青年约莫二十多岁, 他的脸上戴了一个金丝边眼镜, 他的手里拿了一份报纸, 那份报纸挡着他的大半张脸, 我看不到那个年轻人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 这时, 拍卖师在那里大声喊道, 六百万第一次, 六百万第一次, 还有没有加价的朋友。 叶子齐坐在会场有些紧张, 他坐在那里低声地催促我, 包子哥, 已经六百万第一次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肉丸子在旁边看着我急道, 土包子, 现在又杀出来了一个人, 你赶紧啊, 你赶紧让子齐加价拍地啊。 下雪坐在那里看着平板说道, 土包子, 那个拿报纸的人看起来似乎很眼熟,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 我听了下雪的话, 心中一阵激动, 我看着下雪追问道, 下雪, 你快想想, 你在哪儿见过那个年轻人? 下雪坐在那里不停地琢磨, 我真的应该以前见过那个人, 可是我猛一下想不起来了。 肉丸子听了下雪的话, 他坐在那里急道, 下雪, 咱们灵湖雅院一天都能来几百个人, 你就算以前见过这个人也没什么稀奇的, 也许这个人以前来咱们饭店吃过饭。 这时, 拍卖师在那头大声地喊道, 六百万第二次, 现在是六百万第二次, 还有没有加价的朋友。 叶子琪坐在那里有些着急, 包子哥, 六百万已经第二次了, 现在我们怎么办, 到底加不加价? 我想了一下, 他妈的, 这块地如果被我们拍下来的话, 我们回头再在厂房那里, 搞点什么建筑, 最少能卖两千多万, 就算我们现在用一千万把这块地给拍下来, 那也是划算的。 下雪看了我一眼, 土包子, 你等一下, 我真的以前见过那个人, 我马上就想起来了。 肉丸子在旁边看着下雪急道, 下雪, 这可是转手就赚一千多万的生意, 等你想起来那个人是谁, 这地早就被别人拍走了。 土包子, 你赶快让叶子琪加价。 我想了一下, 商场如战场,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他妈的。 反正现在就算加价, 也离一千万很远, 老子就往上一直加。 我对着布话机说道, 子琪, 加价, 直接喊到七百万, 我就不信, 他们还往上架。 叶子琪听了我的话, 她没有任何的犹豫, 她急忙伸了一下手, 我出七百万。 拍卖师听了叶子琪的话, 她站在那里大声地叫道, 七百万。 我们这块厂房土地, 今天晚上真是屡创新高, 今天晚上, 竟然拍出了七百万的高价, 要知道, 这块土地在之前的几次拍卖会上, 起拍价都是三百万, 但是却几次流拍。 孙伯坐在那里看了叶子琪一眼, 他想了一下, 然后挥手喊道, 我出七百五十万。 孙伯喊完七百五十万之后, 整个拍卖会都静了下来, 大家都坐在那里看着孙伯, 要知道, 这块地只是普通的工业用地, 而且地理位置很是偏僻, 就算加上那些老旧的厂房, 也就值个五六百万, 可是现在孙伯竟然喊价七百五十万, 孙伯是不是今天吃错药了? 要不然, 就是那块地后面, 真的会有大动作。 叶子琪听了孙伯的喊价, 他坐在那里低声说道, 包子哥, 左边没有喊价, 我们要不要继续加价? 我看着平板电脑, 只见孙伯在那里, 一副洋洋得意的表情, 我对着布画机说道, 你转一下身子, 我看看左边。 叶子琪转了转身子, 只见左边那两个人没有什么动静, 他俩就跟没听到加价这是似的。 我想了一下, 对着布画机说道, 子琪, 加价, 八百万。 叶子琪应了一声, 她把手一伸, 我出八百万。 那个拍卖师在那里大声喊道, 八百万, 今天晚上这位女士真的是大手笔, 她已经出价出到了八百万, 还有没有更高一点的。 这时, 只见那个年轻人用胳膊肘碰了一下身边的那个律师, 那个律师把手一举, 我们出价九百万。 我看着平板电脑, 他马的, 那个年轻人是个高手, 他一直装作不动声色的样子, 实际上, 他一直在那里不停地往上加价, 现在这块地皮的价格已经炒到九百万了, 离我们的一千万只有一百万的空间了, 我该怎么办才好。 拍卖师站在那里大声喊道, 今天早上真是太令人意外了, 今天早上注定是个意外的早晨, 没有想到这块土地竟然能拍出九百万的高价, 真是让我太激动了。 九百万第一次, 还有没有要加价的朋友, 叶子棋坐在那里低声问我, 包子哥, 我们还加不加价了, 马上就要到一千万了。 肉丸子坐在那里看着我急到, 吐包子, 加呀, 快让叶子棋加价呀, 也许我们出一千万就把那块地给拿下来了。 要知道, 这块地转手可是能赚一千多万呢。 我朝下雪看去, 只见下雪正坐在那里想着心事, 她不知道在想什么, 一句话也没有说。 拍卖师已经在那里大声喊了起来, 九百万第二次, 还有没有要加价的朋友。 拍卖会的现场都静悄悄的, 很多人都看着叶子棋 在那里小声地议论着。 真是没想到啊, 这块地竟然能拍出九百万的天价, 今天早上真是太疯狂了。 你说这个女的是什么来头, 创灰地产, 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 也许是什么土豪的小咪来玩地产的吧, 你说这个女的还会加价吗? 不好说啊, 你没看孙伯一直在那里琢磨呢, 孙伯似乎也在考虑是不是还要加价。 拍卖师在那里大声喊道, 九百万第三次, 这可是最后一次了, 还有没有需要加价的朋友。 叶子棋听了拍卖师的话, 她在那里急道, 包子哥, 已经第三次了, 我们还加不加价。 肉丸子坐在车里看着我急道, 吐包子, 快加呀, 我们还有一百万的筹码, 也许咱们出一千万, 那个年轻人和孙伯就不跟了, 要知道, 这可是转手就赚一千多万的大生意。 夏雪抬头看了我一眼, 他看着我说道, 吐包子, 那个年轻人确实看起来很眼熟, 我以前应该见过他, 不过我真的忘记是在哪见过他了。 这块地的事情, 你拿主意就行了, 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 我都会支持你。 我坐在那里头上突然冒出了很多汗水, 他妈的, 不对, 这个场景有点熟悉, 我以前似乎在哪遇到过这个场景? 他妈的, 荒岛, 老子在荒岛上遇到过这个场景。 我记得那次是红鼻子和正眼镜俩人串通好了, 想把那个木工具抬高价格卖给我。 后来老子灵机一动, 想到了做钢条具的办法, 没有上红鼻子和正眼镜他俩的当。 他妈的, 这块拍卖的地皮绝对不对头, 这是个陷阱, 老子说什么也不能上当。 我对着布画积极道, 子齐, 这块地皮是个陷阱, 他妈的, 放弃, 放弃投标。 叶子齐听了我的话, 他在那头说道, 明白, 包子哥, 我明白了。 肉丸子坐在那里听了我的话, 他看着我有些生气地说道, 土包子, 你到底是怎么搞的? 这块地怎么会是陷阱呢? 那些红头文件, 咱们不是都看过了。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看着肉丸子说道, 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块地皮绝对是个陷阱, 有人想坑我们。 拍卖师站在那里看着现场大声说道, 这块山昆K178号土地的最后拍卖价是900万。 恭喜这位先生, 今天的拍卖现场真是太热烈了,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周的拍卖会希望大家继续踊跃参加。 拍卖师一说完, 现场的那些人都纷纷站了起来, 他们都走出了拍卖行, 他们边走边在那里议论。 真没想到, 最后那块地的竞拍竟然那么激烈, 那块地皮的价格竟然翻了三倍, 一个月的时间翻了三倍, 真是想都不敢想啊。 那是, 今天我算开眼了, 第一次见到孙伯竟然没拍下地, 他竟然让那块地被一个外地人给拍走了。 你小子傻呀, 你没看孙伯刚才走在最后面吗? 他似乎和那个年轻人认识。 孙伯和那个年轻人认识, 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蹊跷不成? 算了, 不关咱们的事, 咱们走吧。 那些人都纷纷走出了拍卖行, 叶子奇也朝我们这边走来, 他拉开车门就钻了进来, 叶子奇看着我佩服地说道, 包子哥, 你太厉害了, 刚才那块地被那个年轻人拍下来之后, 那个老头就去跟那个年轻人打招呼了, 原来他俩是认识的, 这是他们做的一个局。 肉丸子听了叶子奇的话, 他坐在那里看着我说道, 土包子, 你这家伙真是太厉害了, 我们差点就被人给坑了一千万, 要知道, 这一千万咱们可是好不容易才赚来的。 土包子, 你这家伙是怎么发现这块地皮是个骗局的呢? 我揉了揉鼻子, 看着肉丸子说道,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荒岛上拍卖木具的事情。 肉丸子听了我的话, 他在那里兴奋地说道, 土包子, 你说得太对了, 怪不得我觉得刚才那场景有点熟悉呢, 只是我当时没有想起来。 这时, 那个年轻人和孙伯走出了拍卖行, 孙伯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 然后他就朝远处走去。 那个年轻人朝我们这边看了一眼, 他带着那个律师直接就朝我们汽车这边走来, 肉丸子看着那个年轻人气道, 他妈的, 这个四眼田鸡坑了, 我们还赶过来, 看我等会不挠花他的脸。 下雪看着朝我们走过来的年轻人叹了一口气, 我想起来了, 我知道他是谁了。 我听了下雪的话, 看着下雪祈祷, 下雪, 这个四眼田鸡到底是谁。 这期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再继续吧。